66岁程先生在服务业工作 饮食作息不正常 下班又常吃宵夜 大肠竟检查发现多颗席肉 其中两颗化验确诊大肠癌 一次发现两颗肿瘤 证实为罕见的大肠同时癌 同时癌虽然是同时有两颗肿瘤 但不会加速恶化 反而要注意这两颗肿瘤的位置 距离相近就跟处理一颗肿瘤一样 几乎没有差别 但如果距离太远影响比较大 有一颗长在右边 那一颗长在左边 那我们开刀的时候会切大部分的大肠 那病患术后剩下的大肠的长度 就没有那么长 也就是以后会影响它的生活品质 就是它排便的次数会比较多 比较容易会拉肚子 大肠癌大多来自息肉病变 定期检查 及早治疗 存活率高达九成以上 大爱新闻的亚平 郭季宗 台中报道 発泄道